畫面中高雄中正一路交流道附近 一輛白色轎車 車上的人手伸出窗外 对着后方比出不雅手势 接着在前方突然停下来 驾驶座和后座两名男子站立 在车门边对着后方的轎车 大声叫嚣谩骂 我觉得有点危险 会有点不知所措 就觉得很夸张 怎么会是这样子 另一段监视器看到轎车停的地方 是转弯道的第一辆 这一个呛瞎举动也让后方 整排车辆都只能跟着停下来 男子呛瞎后回到座位 叫车左转离开 只不过看看发生地点 就在中正一路交流道下 停车处刚好是要排队 上国道的车道转角 叫车突然停下 也挡住后面一整排车 跟着停下来不能转弯 骤轮减速刹车 或于车道中暂停 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三万六千元以下罚款 警方表示叫车的行为 已经可以依照违反道交法 任意奏停罚最高三万六千元 乘客占力最高 也能罚一万八千元 现在依照车牌 传唤车主说明 两台车疑似是因为想要插队 按了喇叭引发不满 是否因此发生行车纠纷 警方还要再厘清 三立新闻停聚打股浮仙 高重报道